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個舊手機加上一個 IP 攝像頭 這個部分其實就像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在電腦教室其實是最方便的 但是有沒有很多老師其實大部分可能在一般教室上課 一般教室總比電腦教室多 這個時候其實您可以搭配一下你的舊手機 像我從這邊我先把那個畫面給您看一下 因為舊手機其實會不會比我們買會不會看來貴一點 你當初買的都很貴啊 只是已經變成昭康之期之後你就嫌棄他的啊 又老又黃 怎麼可以這樣呢對不對 沒有在用的躺在家裡也是躺著 將他出來站起來 你看一下吧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那這個東西就跟我們一般老師如果說有時候上課您可能會用到所謂的食物投影機 有沒有可能你會去借嘛 一大部分都很大一個 是不是比較麻煩 那麼我們利用舊手機它本來就是這個功能啊 而且呢你看下面這裡 我把畫面縮小一點好您比較方便看 這樣 對不對 你看這邊 你可以叫他自動對焦 如果沒有對焦好 另外 在這裡 另外在這裡 可不可以變焦 叫他拉近一點 有沒有這樣比較有看到後面那位老師 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忘記 這都你開錢 買的 這麼好用 對 如果真的燈光比較暗 叫他把LED打開 不過這個比較遠 效果比較差 所以這樣關起來 那您可以在下面這邊 可以選擇你錄影的解析度 還有什麼 照片的解析度 有沒有 這個其實我們教學上很方便 是因為 有些時候 我們如果一些實作的課程或實驗的課程 不方便 從同學桌上直接拿過來 對不對 或者它是屬於作品類的 作品類的 也很OK啊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做 我稍微放大一點 這樣 您看一下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拍照 按一下 按右鍵 有沒有就可以存檔 所以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做所謂的 類似像那個生物觀察 放著也可以啊 當然 如果你常常要做 是有那種專門做的 對不對 有那種所謂的 類似縮時攝影的 可是如果你是偶爾做一下 那一台就不見得常用到啊 不常用的 常壞 常用的才不會壞 所以救手機 你不要讓他一直躺在那裡 拿出來猛擁 而且你這個是帶著就走了 頂多你多花一個錢 花哪一個錢 兩個費用 我幫你估算一下 這裡 因為你需要 如果你是筆電是最好 像我現在筆電 是不是有無線網卡 對不對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那您會需要的是什麼 蛇管 或有腳架的自拍神器 但是一般我是比較鼓勵老是用那個蛇管 蛇管的話呢 你看到這邊有沒有 它是比較方便彎來彎去的 對不對 那我們有這個夾子 像我哪邊就可以夾住 你如果是用自拍神器 它通常都是只有一個腳 它要轉角度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這個上面還可以這樣轉 對不對 你的角度變化會比較多 但是我必須說像這一種的 我現在大部分外面那個賣場看到都是變塑膠的 像我們腳踏車在用那一圈一圈的那一種 那一種質感差很多 就是你在彎的時候那個質感差 我是比較喜歡這種就是 像那個我們那個水管有沒有 水管那一丁一丁 瓦斯管那一種 你在調比較 感覺起來比較好調 那塑膠的 我前天去問 現在一支才一百塊 很燙的 很燙的 我是比較建議這個 199 199差不多兩百出 那如果說您是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一般的那個電腦的話 你可能需要一個無線網卡 需要一個無線網卡 長得多大 長得這麼大 長得這麼大 無線網卡現在都做得很小啊 所以就插進去 讓你的PC能夠有無線網路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你利用我們的手機 一般我都比較鼓勵老師就是 你在用的時候手機就怎麼樣 開那個熱點 因為這樣你跟它是平寬 是你專屬的 你就不要連結到教室的或學校的 因為有時候學校便比較慢 比較多人在用的時候 那所以你就專門連結 因為你不是要用它上網嗎 我只用它來記錄我們班上的一個過程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它不只可以記錄影片 也可以記錄聲音 對不對 它這有分開有沒有 視訊的跟聲音的 那麼這個APP的話有兩個 有兩個 老師您可以自行參考看看 在這裡 它有兩個 一個叫做 看起來都一樣 只是簡體跟繁體對不對 我平常都是用上面這個 它比較單純 應該說功能比較多 功能比較多 那下面這個是Android也有 iOS也有 也就是蘋果的也有 可是它就功能沒那麼多 它主要就是把那個畫面給你 畫面給你 那不像那邊可以做比較多 像我們在這邊的話 甚至還可以錄影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錄影 但是問題來了 請問錄影之後存在哪裡 存在你手機裡面 你如果拍照 我們這裡不是有兩種嗎 一種是剛剛那個拍照 開一個新視窗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儲存下面是存在手機裡面 所以通常我會比較建議您 就是手機的那個記憶卡 可以留一小塊 就是比較不用的 比較幾句的 留在裡面可以用 因為有的是內建的 空間不是很多 那你就可以留在那邊 這樣拿出來是比較方便 拿出來比較好 其實老實講 如果您是直接存在那個 我們對岸稱作內存 內存裡面的話 不是存在記憶卡裡面的 你萬一手機壞掉要拿出來 裡面這樣拿出來 基本上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通常我現在都是把 照相或錄影的檔號 都存在記憶卡裡面 萬一它壞掉了我拿出來就好了 不用再花錢買什麼軟體再救援 會比較簡單 這樣OK嗎 所以其實這個還蠻不錯 甚至上還有付費的版本 有付費版本 只是說如果我們一般使用 基本上這樣應該就夠了 這個是跟老師再分享一下 有一個叫IP攝像頭 那電腦端你就是只要 輸入你的取得的那個IP位置 取得IP位置就可以了 這個上面呢 我都寫 在我的部落格上都寫得還蠻清楚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嘗試看看 OK